激活WiFi网络,激活移动通过网,在此我们点击跳过此步骤,进入欢迎使用iPhone界面,我们点击开始使用,即可进入正式的手机界面。 依然可以下拉上拉快捷菜单,下拉菜单里面有日期与通知两个栏目,但是增加了股票行情信息,相对于上拉菜单,快捷栏目要少一些。 上拉菜单里面有飞行模式,网络WiFi,蓝牙,屏幕亮度调节,声音调节,计算器,手电筒,可以很快速地打开里面的应用程序,非常的便捷。 找到并且打开世界时钟,仔细看一下世界时钟的秒针,一般监放手机是不会走的,而我们这款港版顶配iPhone6 Plus的指针是与行货一样的。 下面找到健康工具并且打开,里面有步行,距离,时间,燃烧,还可以设定每天的运动目标,实时监控您的个人身体健康情况。 并且可以把每天的运动情况,实时地分享到微博,微信,客户空间。 轻轻地触碰两次Home键,与行货一样,可以下拉整个操作界面,方便单手操作手机。 下面介绍一下摄像头,首先我们这款港版顶配iPhone6采用的是后置800万和前置200万的摄像头。 拍照方面依旧延续了800万像素的镜头设计,并且采用了全新的传感器,具有新一代的降噪功能。 对于屏幕自主设计的ISP,使其对焦速度提升一倍,还搭载了光学防抖系统,拍照质量升级明显。 下面给大家拍摄一个样张看一下。 另外增加了编辑功能,拍完照片后,可以直接进行的这篇修剪与编辑,无需借助第三方应用软件,非常的方便。 再来说一下当手机连接电脑的时候,电脑上会显示是什么机型。 现在我们插上手机。 首先看到的就是91助手显示的iPhone设备。 打开91助手显示的也是iPhone。 再用360助手看一下,同样是iPhone在线。 紧接着说一下屏幕,采用的是2.5D弧度屏幕。 宝满顶配iPhone6的费面率是1920x1080酵素。 显示效果细腻清晰。 下面给大家看几个样张。 色彩非常的艳丽。 并且把照片放到两倍以上,也没有任何的毛边。 效果依然非常艳丽。 高清视频考验的是手机播放能力。 现在要展示的这几个视频都是高清高质量的视频。 广板顶配iPhone6 Plus带有强大的减码器。 能够播放1080p高清视频。 高清视网膜屏幕也能保证出众的效果。 音质呢,也是非常的棒。 最后依然用游戏来测试一下老板顶配iPhone6 Plus的性能。 首先打开当下最火爆的游戏。 从打开游戏到正式进入游戏。 速度非常快。 在把玩的过程中,重力感应非常的灵敏。 没有丝毫的卡队,顺畅无比。 并且长时间要玩游戏之后, 手机背面并没有创数的情况。 说明本机的散热功能也是非常的牛逼。 这一点非常值得称赞。 iPhone6以及iPhone6 Plus的设计虽然已经摆脱了乔帮主的影子, 但是它的价格依然受乔帮主的影响。 绝对的够贵,绝对的酷逼。 如果你想要花最少的钱, 享受iPhone6 Plus的完美体验, 建议您订购一部港版顶配iPhone6 Plus, 这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如需订购,请联系69科技商城。 欢迎观看由69科技商城出品的港版顶配iPhone6 Plus的评测视频。 首先需要说明一点的是, 港版顶配iPhone6 Plus是由香港厂家1比1生产的金黄手机。 它的做工、性能、系统UI不是一般净化手机所能比拟的。 摄像头采用的是蓝光镜片与行货一样双闪光灯的设计, 而且后壳和USB接口都是铝合金材质的。 一般净化手机都是塑料材质。 我们这款机器不仅只是指纹解锁, 还可以扣扣在线。 话表说说, 那有iPhone6 Plus的尾巴。 废话不多说, 下面正式进入主题, 港版顶配iPhone6 Plus的外观, 与4.7寸的iPhone6除了在尺寸上的差别, 并没有其他的不同。 iPhone6的手机尺寸是长138.1mm, 宽67mm, 高6.9mm。 iPhone6 Plus的手机尺寸是长158.1mm, 宽77.8mm, 高7.1mm。 由于尺寸增大, 电源键从之前的上方移到了右侧, 但是对于手稍微小一些的朋友, 操作并不是那么的便利。 Home键并没有因为手机尺寸的增大, 而变得难以碰到。 左侧依旧是音量键和静音键, 只不过音量键由原来的圆形变成了现在的腰片形状, 港版顶配iPhone6 Plus的所有按键, 相比前几代iPhone手机都稍微有了一些变化。 后盒采用的依旧是一体成型铝合金制作工艺, 拿在手中就会有金属的感觉, 外观的颜色绝对不是溜进上去的, 而是将颜色粒子通过挤压, 注入到铝合金内部,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不会掉色, 着色性非常稳定。 磨砂材质的金属包裹设计, 有着一定的防滑效果。 背面是iPhone6 Plus最保重正硬的地方, 一个凸起的摄像头, 直径大概有6.6毫米, 跟后盖的摄像头孔非常违和, 完美地呈现在后置摄像头的周围。 闪光灯还是采用的双闪光灯的设计。 还有让人吐槽的天线位置, 这全天线在保证了信号强度的同时, 让背面延续了5S的三段式设计, 使得相较于上一代有了一种延续感, 对于真机观感甚至有了画龙点睛的效果。 总体来说, 港版顶配iPhone6 Plus的后面设计, 还是相当的和谐。 iPhone6 Plus的机身底部排列, 则是完全照搬iPhone5C, 采用的是弹氧声器位于机身下方, 平放在桌面上完全没有遮挡, 依然与行货完全一样材质的USB接口, 麦克风,耳机孔。 下面我们进行港版顶配iPhone6 Plus的开机测评, 首先按住右侧的开关机键, 随后看到的就是与行货一样的开机动画, 稍微等待一会儿。 现在看到的就是锁屏界面, 同样可以从各个角度滑动, 解开锁屏。 解开锁屏后, 就会看到iPhone6 Plus特有的激活程序, 包括激活WiFi网络, 激活移动风波网, 在此我们点击跳过此步骤。 进入欢迎使用iPhone界面, 我们点击开始使用, 即可进入正式的手机界面。 依然可以下拉上拉快捷菜单, 下拉菜单里面有日期与通知两个栏目, 但是增加了股票行情信息, 相对于上拉菜单, 快捷栏目要少一些。 上拉菜单里面有飞行模式, 网络WiFi,蓝牙, 屏幕亮度调节,声音调节, 计算器。